Hello大家好 这里是周奈迪的围捞的 前两天我去抽试 无意中看见了这个大的霸王龙的拼装积木 霸王龙应该是所有小男孩小时候的最爱 所以我也在第一时间就给艾迪买回来了一个 我们俩一起拼拼看 一说陪着艾迪辅导功课 我就头打我干不了这个事 我更擅长的就是陪着艾迅一起玩一起疯 然后一起动手做点小东西 然后一起去旅旅游到处去看看 积木拼装里边有这个说明书的还是很少见的 这个里边还有详细的一个非常清楚的说明书 而且还有这个拆件器是怎么使用的 有的一个非常详细的说明 很多人拼得高之所以觉得体验感特别差 就是因为这个件装错了以后 往下拆的时候特别的费劲 弄得手生疼 现在艾迪的第一包已经完成了 还挺可爱的 看看我们拼的这第一包 是一棵小树 还有一个小布鲁 而且这还有一个小广告牌 好了 现在就由我来完成第二包 你看艾迪玩的高都已经玩出经验了 每次他都把零件分好 这样分类之后呢 就非常的好配零件 啊 烦死了 拿错事了 这是恐龙的脖子 这不好来呀 我不想你了 好了 经过一段时间 我们终于把这个大恐龙拼完了 所以现在整个的这个恐龙造型已经摆在这了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是觉得太帅了 因为本身恐龙这个动物对于男孩子来说 它就有一个情节 我们为什么来看猪肉纪公园 就是因为觉得它象征着力量 而这个恐龙拼出来 它的造型也给你非常强的这种力量的冲击力 那摆在这你这么静静的看着它 你也会觉得它非常的漂亮 这个积木的设计呢 也是非常多的小心思 比如说你拼完以后 它的嘴是可以开合的 哎 红口白牙特别的明显 让你看着就特别的真实 霸王龙最可爱的 最逗的是它这个特别小巧的上肢部分 它的上肢部分其实是和它尾巴是联动的 所以当你动得上肢的时候 它的尾巴也是跟着一起晃动的 然后包括整个这个 腿部也是有轴承的 你可以让这个霸王龙立起来 或者是穿它趴下去 都可以做到 所以它的细节还是非常精致的 而且包括它的爪子 也是可以根据你的摆放位置 可以让它更加宽松 还是更加折离收起来的 整体来说 我觉得它的设计感还是非常好的 而且非常充足的 包括这一块小小的这一块 这个恐龙的造型呢 有一些像我们看侏罗体的那个布鲁的 那个迅猛龙的造型 所以这个场景给你营造了又一只 暴虐龙又一只迅猛龙 整个的一个侏罗纪的事件 这个积木它给了两张 足足两大张的贴纸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整个通体 都有一个类似于这个皮肤纹路的这样一个装饰 让你看着这个霸王龙又显得特别的精致 而且又显得很立体的感觉 包括上面还有一些这种小刺的这种设计 然后又体现出霸王龙它暴虐性格和它强悍的一面 所以整个尾巴都是这样的 一直属于到最后 当这一套都拼完以后 它确实能给你带来非常强烈的一个成就感 而且这个作品呢 摆在家里 它又能给你带来非常强烈的这种视觉的冲击感 它是非常具有这种观赏价值的 这个整体的它的拼装难度呢 然后因为我是跟艾莉一拼的 我们就以艾莉8岁的年龄为一个参考基准 这件作品如果是让艾莉自己来独立完成 对于她来说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但是如果父母陪着孩子一起来拼装 那么这完全不在花家 只不过因为它的零件非常多 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它容易乱 可能会拼错 当然这种东西如果你拼错来说 对于咱们来说可能会更麻烦 因为你还得拆 重新去找到你到底是哪拼错的 如果家长能够帮助他们把控一下 每一个环节 帮助他们把每一块拼好东西去压紧压实 那么这个东西绝对完全来说是没问题的 如果对于成年人或者来说岁数比较大一点的大孩子来说 那么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玩具 因为之前我也会跟艾莉去拼装一些乐高的积木 然后我们这个中国制造的国产积木 其实在拼装手感上是和乐高积木非常非常相似的 我们之前也拼过很多国产的 有的国产积木确实它的手感非常差 但是这款玩具在我跟艾莉拼装的过程中 我觉得完全没有说手摁疼了 或者说你把它拼上你想拆开的时候特别难的那种情况发生 对于这么大型的一个拼装玩具来说 它不到300人民币的售价 我觉得拿它跟乐高比一点不输给乐高那种拼装手感 所以可见它的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 因为艾莉比较爱拼那种乐高的积木 所以我们之前也买过很多种 然后相对于以前那种非常便宜的积木来说 我可能想拼一个这个的时候 我得把它所有里面的包装都拆开 它虽然也标着1234 但是实际上你想拼的时候 这个零件是混在每一个包装里的 你需要把它全部都打开 那这样的怪处就是当我今天拼不完的时候 这些零件特别容易丢 而且长着也特别麻烦 那这款产品我在拼装的时候 就是完全按照它的标注顺序来拼的 它的每一袋都对应的是一个部位 所以你今天干不完了 那我只要把这一袋拼完了 保护好别丢了就OK了 剩下一次再拼的时候 我可以打开一包新包 完全不会担心中 我又找不到零件 还特别容易丢的这种情况 而且也不知道是因为厂商特别自信 还是因为人家有这个过硬的技术 我在拼的很多包的产品 一块多余的配件都没有 就是它也没给你准备任何 你觉得可能会损坏的东西 而且也完全不缺少任何一块配件 所以这我觉得特别的神奇 就是我拼完一袋的时候干干净净 这个东西拼完了 我的零件全部都用完了 这点让我这种强迫症的患者 我觉得特别的爽 就是你干完这件事的时候一点没有零碎 虽然它拼完以后我特别的喜欢 但是咱们不得不说 咱们也有一些地方是我觉得它需要改进的 这个腿的这些部分 就我觉得它设计就比较细了 它只能在这摆着你没问题 它不倒 但是它相比乐高的积木来说它缺少了一些耐玩性 因为毕竟你是可以动的可以玩的 你像乐高的积木像我给爱迪我们拼的小铲车 它经常还有铲车的升降经常动都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一款我们动的时候就要小心翼 因为这个腿的这个位置 我已经拼了两三次了 你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腿是非常细的这个位置 就这特别的矮舌 再有一个就是像尾巴和头的这种 它的连接都是靠这种小球和卡扣的装置来连接的 这个的装置相比于乐高积木来说 我觉得没有乐高那么结实 乐高的这种积木 你不用担心它玩的时候会脱开 但是这款积木我感觉 你稍微动了大一点 它就会脱开 尤其像尾巴 我已经装了很多回来 轻轻一动就掉了 但是当你不动的时候摆着的时候 确实不影响它美观 确实非常帅 总体来说 我对这款积木我是非常推荐的 毕竟不到300块钱一个价格 我觉得是非常实惠的 相比乐高积木 这个大小的积木 我觉得没有1000块钱 它是下回来的 所以如果以后我要碰见这样的积木 我肯定还会再买 如果你也喜欢玩这种拼装积木 我觉得这款里面可以买来自己试一试 好了 欢迎持续关注周奈迪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